新鮮店 來到橫大,除了有Isetto,也許Egg Drop也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Egg Drop是近年韓國人氣早餐店 它的炒滑蛋三文治非常受歡迎 一定要试 它们还会加上其他口味的配料 例如牛油果、bacon 照烧牛肉等等 宏大这间没什么座位 就可以过去对面吃 很丰富 我们叫了这个bacon 它真的爆多馅 吃下去口感很丰富 怪不得很多人都说 比Issac Toast好多 下一站我们去的欣平韩屋邨 是近年韩国的日本景点 踏到去延伸村站3号出口 出来之后 反方向走 再转个弯 就会见到乐天super和hanabank 前一点就是延西市场的巴士站 踏721或701号巴士 在汉拿高站下车 见到前面有一大片韩屋 和这间学校的时候 就可以下车了 欣平韩屋邨 近年都开了不少cafe 建议大家可以连接附近的章宽子 它也是首尔近郊的四大佛寺之一 排成这半天的行程 这间一人一杯 去最顶楼的餐厅 其实景观是超美的 可以看到整个韩屋邨 不可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每个星期 一天的星期一是常规假期 不要啦 不白 虽然这次有些失策 不能过来打卡 但我也是很推介大家 过来一人一杯 这里 还有四楼的二式餐厅 一人一卓 都可以看到一片 壮丽山景底下的传统韩屋 可以说是整个韩屋邨的最佳打卡点 连韩国的网尾都喜欢在这里拍照的 虽然这里都有几间cafe 不过不是一间一人一杯 觉得景观那么美 好像我们这一间 虽然也提到 但景观也差一点 因为我偏行情本 早上设计了这一天去星期六 但后来因为下午又要走天 关系 将这个选择的日之后 就忘记了7月 星期一是不是开的了 我们这间cafe 要食物款式的选择就不太多了 我们也是点了韩式棉糕 前的韩式棉糕 好嘴 好嘴 梁青草味 不好吃 不知道 你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味道 平时大家想看韩屋 多数都会去景福宫 北村和亿线洞 但是殷平韩屋邨 和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里的韩屋 全部都是新建成的 地方就比较方正 人流又比较少 是特别特别适合拍照的 里面是Eco-Modern 现代色的 不认识 不过这边是静一点的 舒服一点的 如果想拍照的话 这边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没太多预算 又想着韩服的话 博物馆更加有免费韩服体验 而且还是那些很漂亮的 宫廷式韩服 不过我拆了 就没得穿韩服 刚刚过来的时候 其实看到还有很多 韩屋在这儿建 或者在这儿再收 看这些 正在建 正在建 正在盛 正在盛 其实应该会再 建多些新的 不同的 屋 我知道这里有些是民宿 其实我猜这个会再 发贷 或者再去 推广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这里 也不算有很多 游客过来的 但其实这里附近 有寺庙等等 其实也很行的 由韩屋村 走到津宽子 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津宽子 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佛寺 里面设有茶馆 和风景很漂亮的庭院 可能不是很多人喜欢去佛寺 但其实 当作一个景点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附近的环境 真的非常之舒服 凌静 去完你 是会有一种 洗涤心灵的感觉 碟石 首二近郊 中有佛炎寺 西有津宽寺 南有沙漠寺 北有曾家 被列为首二近郊 四大佛寺的津宽寺 是由高丽第八代国王 典宗 为了报答津宽大师 是他小时候的救命之恩而起的 津宽寺是由 大雄殿 冥府殿 宏祭楼 宋政阁 罗汉殿 独胜殿 七星阁 拿家圆 和客室组成 参观的过程当中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这个禅宗的十鸿图 内容我就不解说了 因为每个人的修行不同 领不到的东西都不同 这里还有小卖店和茶座 如果在刚刚韩屋邨那边 没有饮食的话 不妨在这里抽点时间 尝尝这里的养生茶 有柚子茶 有柚子茶 韩国独有的五味茶 木瓜茶 等等 这里没有设置的 但是有些饼 你可以一起买的 我们就选了一家小个室 在里面静静地品尝 这里的养生茶 好多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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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为你说好龙 好多姜丝 基莲屋 有基酥 重点中间的三个字 完全扳形不到 参观元春欢子 我们就去了旁边的羔羊 今次的目的地 就是Starville 羔羊 刚刚去完欣平寒鹿村 坐几个站 就到三床 在三个出口 走出来之后 我们就走 8-10分钟左右 就到Starville 羔羊 这个商场真是夸张到一个点 由那边 去到 很远 那边 都是这个商场的范围 Starville 是新世界集团的复合商场品牌 这个商场的规模 在韩国是数一数二的巨毛霸等级 里面有超过360间店铺 它们营业时间都开到10点钟 它是早两年的商场 真的非常好行 十分受欢迎 超漂亮的 我超喜欢 超多彩彩的枝都很可爱 Exactly Homeless 买的那些 和这些 完全一样本的 外面又是有些有东西玩的地方 好厉害 这个商场的餐厅的选择 真的非常之多 很可爱 这个肚子饭 好可爱 超级可爱 最后我们也是选择了一家 这里竟然有来自京都的人气炸牛扒 专门店的分店 我们就叫了 获燕味增炸牛 和一般的炸牛扒 但我就觉得获燕味增 香浓很多 这个商场的甜品店 可以看到蛋糕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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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糬等等 都非常之吸引 还有很多很高级的 宠物电子产品 这个商场 这么大 这么多东西看 我们安排几个小时 当然不够 大家最好留下半天时间 今天是我们的旅程 最后一天 待会就要回机场 只剩一个几小时 给我们买东西 幸好我们的酒店 在弘大的商圈附近 有很多手信 现在当然要先去医肚 这家百年土种人心鸡 我们上一次来 都有吃过 这家有很多本地人来吃 我就叫了 这里人气的 长老山心心鸡汤 上面的一丝丝 就是长老山心 还有一只鲍鱼 而且这个鸡里面 已经煮得化了 骨头都很软熟 我们吃完才知道 原来这家铺 在2017年的米芝莲 都有推介过 吃完之后 就去后面的超市 买一些手信回去 超市都很聪明 到一区 特别给人精选手信区 有齐最热门 大家必买的东西 对了 我想你半个小时 都已经可以收集完 你要派的手信了 这只蜂蜜牛油杏仁 是我之前买过 公司同事都很喜欢吃的 超市是有些套餐 将不同的口味混合在一起 韩国的卡努咖啡 真是我们最喜欢喝 它是没有糖的 终于上来有香浓 我现在一边剪片 都在一边喝卡努咖啡 今集的行程就到此为止 资讯难道 可以下载我的work版行程表 欢迎大家留言 给like 支持我继续拍片 你还可以subscribe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不会miss最新的影片